美國與加拿大遭到了強烈的暴風雪 橫掃各地 不只空中交通 嚴重癱瘓 也造成了傷亡 英國天空新聞整理的數字 就顯示 每家兩國合計 至少有五十人死亡 其中最嚴重的災區是紐約州 至少有十八人在暴風雪中 喪命 強烈的暴風夾帶大量降雪 讓紐約州第二大城水牛城陷入一片黑暗 紐約州州長霍寇爾 直接用戰爭這樣的字眼 來形容這場暴風雪帶來的嚴峻狀況 根據英國天空新聞整理各地的統計 北美這一場暴風雪到目前為止 至少五十人死亡 除了加拿大的四人之外 美國境內喪命的四十六人 在紐約喪命的就有十八人 面對強風大雪 以及隨處可見超過一公尺的積雪 州政府呼籲民眾稍微忍耐 等暴風雪過去再出門 不只市區民眾無法出門上街 要搭飛機往來各地的旅客 這幾天幾乎也動彈不得 今日美國報引述的統計指出 超過一千七百個美國國內和國際航班 因為機場天候惡劣或是跑到積雪而被迫取消 紐約州政府向聯邦申請發布緊急狀態 已經獲得白宮同意 另外七項單位也指出 本週接下來幾天氣溫會稍有回升 暴風雪的狀況渴望解除 算是不幸當中的好消息 國際新聞學家很編譯